这个手机呢,先在手机里下一个 这个家能打印的 一个APP 下一个APP 然后 再打开 打开APP以后,它就会有一个连接搜索打印机 连接一下看看 机器已经连接上了网络 这只手机 需要连接它 连接一下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连接上了 这样就可以打印了 那我们就先 打印一张试试 它这里面呢 有这种选择并感印和多页布局 还有书签 随机布局 我们就选一个随机的布局吧 然后放几张 这呢 放几张照片进去 好了 等待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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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有听说过就是它需要反复反复的这样打印几遍 然后才会越来越清楚 它打印第一遍的时候色彩是黄色的 然后你看刚才第二遍的时候就颜色深一点橘色 现在就越来越清晰了 哇 这样就打印完了 它好像反反复复应该是打印了有四遍吧 好了也连接上了 然后也打印出来了第一张 看看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像家庭用的话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 接下来是打箱子了 打箱子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这是一个没洗的 有一个鱼戏刚开的时候是 这是一个折扣卡 这是一个餐厅的吗 吃东西可以比10块钱 然后有一个这个应该是一个 我买的是一个蓝扣的 这应该是送的一个小样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套是这个 正装是这个 正装是这个 这是一个是一个蓝扣清唇系列的一套化妆品 这一套化妆品它是上面写着价值是748 然后呢它现在这种套装呢 基本上都会价格会打一个比较低的这么一个折扣 然后折后是450块钱 但是我记得我买这一套的时候 赶上打折 但是在是还有圣诞节的时候吧 好像赶上打折的时候我买的 对我买才360块钱 价格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 因为之前就是这个蓝扣清唇系列做的就会很多的广告 看了很多啊 博主也在推荐清唇系列主要是打抗衰老啊 然后紧致啊这些 看一下这里面是这样的一套 诶有一个这个 就拿掉 还蛮漂亮的 金色的 这一套还是挺多的 因为其实蓝扣清唇呢 出了好多不同的那种套装系列 它们最火的就是这个面霜 清唇面霜 清唇面霜呢它只有两种 一种是Soft的就是比较清爽的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属于滋润型的 就跟那个蓝抹的面霜是一样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清薄型的清爽型的 适合夏季 还有一种是比较适合冬季啊 然后比较补水的 然后我当时买这一套的话 它这个里面是不可以选的 然后这个是个Soft的就是比较清爽型的这种 然后我想诶吃一下气也可以 因为我当时看这个套霜都有什么呢 这个呢是一支洗面奶 也是清唇的洗面奶 然后这一支是125毫升的 其实一支还蛮大的 这样我可以试一下 这个蓝抗清唇洗面奶好不好用 然后这一个比较大的一瓶呢 就是面霜啊是属于清爽型的 就是比较轻薄比较适合 其实比较适合那种油皮和混合皮 其实都可以 然后呢它也比较适合在夏天 是眼霜眼睛滑清晨眼尖滑 其实我的时候用一些牌子就会 眼下面就会长一些那个脂肪力 就是因为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复制的原因 所以在用眼睛滑我会特别的慎重选择 这一支呢是 啊这一支是一支润唇膏 因为我觉得这个套装里面东西都非常的实用 而且还会推出了几个新品 像这种新品就是我觉得是 之前很少人来去特别详细的去说去推的 这个面霜是非常多的人博主 然后他们来介绍这些面霜 然后我想适用就是 这有一个润唇膏 这个润唇膏呢就是到了冬天啊 嘴特别容易干 我就是一个真的晚上的时候 我要是不涂那个润唇 就是润唇面膜的话 真的这个嘴巴就非常的干 然后晚上临睡前又不敢会喝太多的水 这样的话会很浮肿 所以这个润唇膏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还有一支这个 这一瓶呢是 这一瓶是一个面精华 它主要是修复脊致的 对还有包括一些细纹啊 脸部的精华 一个最后一小瓶 不要我拿 再试一下 拿出来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瓶是一个眼精华 对 因为你看它这里面其实带一个眼霜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眼霜 然后这个是眼精华 这个眼精华呢主要是比较细纹 比较就用眼角纹这样 然后这两个我都要试一下 如果说我用起来比较好 不容易长脂肪力的话 那我肯定会坚持用这样的产品 所以这一套我觉得性价比真的还是蛮高的 首先它价格比较便宜 然后呢就是这么一大套 满足了我们所有的需要 洗面奶面霜眼霜 润唇膏 这个是面部精华 然后这个是眼精华 买的推荐了 而且我在赶上反折的时候 选购的 他还送了一个这样的赠品 这个赠品就是比较常规啦 平均无期啦 里面有一个 那是小面霜吧 颜霜 送一个眼霜和他们家的蓝蔻大粉水 然后还有一张面膜 今天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